为什么顶流孝战光明正大去看话剧没被认出来? 只因为他拥有这一个特点,孝战走红之后,拍了一部电视剧,接了一部综艺, 但是,对于这种顶流明星,一般也不敢去人比较多的地方。 但是孝战胆子很大,他和工作人员一起去看话剧,还基本没有被认出来。 这就非常奇怪,为什么孝战和别人不一样呢? 虽然之后,由部分粉丝拍到视频,显示孝战确实去看了话剧, 但是,孝战之所以没有被认出来,最重要的还不是因为神秘。 孝战能光明正大去看话剧,也就不奇怪了。 而且,演员们也不一定认识这些明星,去看话剧的观众也不一定是对方的粉丝。 看来,大明星也是可以出门看话剧的,就看你的眼光如何。 孝战其实工作也很多,有时间放松一下实书罕见。